我是赵婷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你有多久没有出国了呢 其实疫情解封之后呢 我相信这一年有好多的朋友都飞来飞去 但就我来讲 我家有老人跟老狗 还有孩子的 就是要出国就有一点麻烦 就变成说夫妻要分开出国 然后大家两个 你知道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说 出国你带小孩 不你带小孩 最后就没有出国 但今天呢要介绍一本书 看了以后呢 真的蠢蠢欲动 把那个过期的护照 马上都要拿出来 直接给旅行社 叫他快速的帮我来办理 那这本书叫做 我爱东京旅游诗心风 全日本也试用 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Vira Vira你好 你好 赵婷姐你好 你看我们这种很久没出国的 会不会觉得就是已经算异类了 有一点 有一点嘛 因为其实疫情之后 大家真的现在是疯狂的 疯狂的出国 你疫情的时候有出国吗 后段有 就是刚开始要逐步开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先去了 因为你受不了了 对 然后因为加上工作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日本那边 就是有一些 就是工作上的往来 所以他们办了商业签证 然后让我可以先过去 就是在旅游签开放之前 那个时候我就先过去了 所以你是日本通 然后你所有的工作都跟日本有关 是 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跟日本有关 所以你日文也是下下教 日文的话就还好 这个部分我自己是觉得 还没有像就是这么的流畅这样子 但日文是可以拼嘛 有一些汉字 你可以稍微猜一下 但有时候会猜错 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超好用 而且看了几页之后 人就想飞到日本去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走路的人 你推出了日东京 就觉得说不要走路 先买东西 所以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它分为几个部分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必买的东西 有 我就是其实里面有列了很多必买 但必买我们又区分两块 一个是比较经典的必买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历久不衰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疫情之后 或者说疫情当中到现在 新的一些必买是哪一些东西 哇 那个必买的东西 那个挖什么东西的 那大家都是第一名嘛 对不对 就是肠胃药 台湾其实也有啦 但因为最近前一阵 那个日本有一个药厂 有一点状况的话 会不会大家会有点疑惑 其实现在 其实观察得到会 因为我其实蛮多粉丝 也会来询问我们说 那现在别的药厂到底 可不可以相信啊 或者是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疑虑 就是 就是可以解除我们自己 大家的疑虑这样子 所以不要买有红麴的啦 目前知道就这样就好了 对对 对 保险商 好没关系啦 我们先不要买药 但是我们还是要买一些 有用的东西 刚刚讲到那个肠胃的很有用嘛 那个大家都一定必买 但我正不知道眼药水也要买耶 其实眼药水是很多 可是从之前其实就蛮多人会去日本买眼药水 我每次去日本啊 我都去买那个就是蚊子的那种蓝色 指氧的 指氧的那个 那个好有用哦 原来眼药水也有 是 其实眼药水像在日本的话 最主要是乐敦这个品牌 那他们其实针对这个眼药水这个产品线 做了非常多细项 就是比如说你有针对年轻人现在蓝光用的很多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给比较长辈 就是他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所以他的势力可能各方面有一些慢慢比较退化啦 像这样子 他们去做的一些新的眼药水 所以他们那个算是 不是在药品嘛 他们在那个量饭店都可以买 对不对 其实他还算是药品 还是算药品 还是药品 所以他必须是在有药剂师的店才可以贩售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比如说是像在百货里面有 其实那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有配置药剂师 所以他们才可以买 是 所以你刚刚讲说必买的东西 其实大家这个在书上都有写好多好多 很多真的很多 制药啊 然后那个还有救星 还有一个上一次很久以前啊 宝妈有送我一个 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有名耶 我有一模一样的 肠胃药 胃食到逆流的药 那个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就是有一阵子就是爱喝咖啡 吃甜食喝咖啡 这就像广告那一样 他这个吃下去之后啊 那是有点药粉 就是倒进去嘛 对 他整个的是凉的 我吃的那一款啊 应该是这一款 绿色 绿色那一款就是胃食到 他是很凉的 是 就感觉好像轻 就你知道吗 我们就把胃或者肠就当水管 他好像清水管的感觉 有一点那个感觉 其实他那个凉的感觉 就是其实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分散了你原本那个不是的注意力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舒服了一些 然后慢慢的他其实经过时间他那个药效开始发挥 你就觉得好像没事了 那那个在日本买跟台湾买的价差多少呢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台湾也可以买得到 是其实现在蛮多的 但是价差当然还是有 毕竟现在其实汇率很低 日币的汇率非常低 现在跟之前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 加上又可以退税 然后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你真的有去退税吗 有 有因为其实日币现在是满五千块日币就可以退税 但是你有一些药品其实他就很容易就一两千 一个就一两千 好那我们回到你说的一开始 就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化 就是没有钱嘛 没有钞票 就是直接电子支付 对所以现在很 可是有人说啊 就是你去签证的时候有电子签嘛 对 跟实体的嘛 可是有人讲说电子签还比较慢 是为什么有这个状况 其实现在比较快了 现在又快了 对之前他们是去年刚推出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阵 这个阵痛期 就是在转换当中 所以有很多 比如说日本那边的一些海关人员 他们其实对于整个流程 也还没有这么的熟悉 然后加上观光客又突然来了很多 所以造成这个中间 其实有点混乱了 但是目前今年开始 应该都是电子的比较快了 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先办护照 是 然后在网路上 就可以申请 申请 对申请 我们过去其实是填一个纸本的单子 现在不用 现在你可以在事先在网路上就填好 填个电子签 对 然后呢因为它有时候可以支付嘛 就是你不要用换日币 换一点点啦 有一些就是不用这样 所以你的 如果说你是安卓系统 或者是你是iPhone系统 其实是下载不一样 对 其实是不一样 像现在的话跟台湾一样 我们现在电子支付 其实分很多很多种 所以有些是你出示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付款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 他们还是走 比如说信用卡的 但是信用卡现在他们那里的 比较流行的是用感应支付 所以也不用刷 也不用插卡 你就是放上去 然后逼一下就可以拿起来 听起来好简单 但是我真的好害怕 就是会不会比较中年人会害怕说 这到底刷多少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日本倒是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在日本的结账 他们都是把这个比如说刷卡机 或是这个所有的金额标示的指示牌 都是向着顾客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确认完 这个金额真的没错正确 有打折了 那退税是怎么退呢 其实现在在药妆店 如果是药妆店的话 都是直接就给你算免税价 所以你也不用办退税手续 那你要给他看护照是不是 所以结账的时候 就是你直接就出示护照 那他就直接是算了免税的金额给你 好想出国 冷静一下 先欣赏一首歌曲 待会继续聊 Vira在现场呢 他的这本书是2024年全新的 全日本都使用 布克文化所出版的 其实呢 他其实不用写 我爱东京旅游诗信封 他只要写诗信封 是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第一段 我已经诗信封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人 但是这种小东西真的好吸引我 而且我真的好喜欢吃日本的东西 日本的料理跟台湾的日本料理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台湾的日本料理 大部分其实口味已经有点在地化 加上其实料理提供的形式 也不太一样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 比如说你喜欢吃传统的日本料理 或是想要吃比较正宗的 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到日本去品尝 好 那我们就来谈谈 这个字都不会写啦 不会念啦 银座勾拉面 银座勾拉面是你第一名 必吃美食推荐 对这一家他就在银座 而且他是在一个真的很隐秘的小巷子里面 然后他是排队的美食 他是米其林的必比登推荐 对 然后已经连续很多年了 所以除了买你的书之外 如果听众朋友要去旅行的时候 你就是去逛逛逛 只要看他有排队 你就跟着排就好了 大部分是这样 好像没错 对 他这个拉面有什么好吃的呢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汤头 他是鸡 鸡汁去做的一个特制的鸡白汤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 白色 米白色黄色这样的一个汤底 可是其实他是鸡汁的 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如果看到像这个颜色的汤 会觉得是豚骨 对 但是其实他是鸡的 对 然后他其实吃起来就是他有放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像蔬菜 去熬煮这个汤头 所以他的汤头非常的多层次 对 但是他这个是要收现金哦 是 对 他这个是要收现金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点现金去 没错 其实现金还是不能少得太夸张 对 有些地方他还是 甚至如果比如说你不是去东京大阪 反而去一些比较乡间的城市的话 他们的现金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比较是收现的 每次新闻上都说 哇日币创新低可以换哦 日币创新低可以换哦 现在可以换吗 现在可以 最近其实又到一个蛮 没有到最低 没有到三个月六个月以来最低 但是算是在低点的 对 好 换一点现金 那刚刚讲到银座除了这个拉面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要及早去拿号码牌的 银座85 对他也是拉面 他也是蛮特别 尤其是在去 2022年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歌手小贾斯丁 他去东京快山 他就特别去吃了这一间店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是超热门排队名店 就是不只是亚洲人 连欧美很多都会特别慕名去吃这一家店 而且这家店很特别 他有一点像是拉面界的一个板前寿司的感觉 因为你进去这个店 他就是只有师傅在你面前做料理的这样的座位 他只有四个五个位置 对 现在台湾有好多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他就是蛮特殊的 然后加上他的汤头跟他的面条 真的也都蛮特别的 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有师傅在前面的感觉 像有一个排队的一个很有名在台湾的面店 那跟数字有关系的 这个都看不到师傅 我不喜欢 就是你点完以后 他就是也是一个拉 帘子 你要对着那个 对啊 其实还是有人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是更有温度 毕竟我们看了很多日剧 总觉得说我们吃面的时候 如果有师傅在前面 就算他讲的我们听不懂的日文 感觉好像也是置身在日本 不过想到了日本 除了拉面之外 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面 我喜欢吃的是猪排 那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类似什么富士猪排等等 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你也推荐了一个富士的猪排 对 有一家叫做富士七 他这个店啊其实蛮特别的 他的猪排是带骨的 一般我们吃炸猪排 通常你不会看到骨头嘛 对 但是他的是特别带骨 那他们是说其实带骨的这个部分 他在骨头边上的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带筋的部位啊 其实这个是最好吃的 所以他们希望大家是去那边可以去品尝 这个一般你在其他的猪排店吃不到的美味 对 哇好 这个大家只要看Vira书你就可以了解 但是宵夜呢 宵夜我们要去哪边会比较好呢 宵夜的话 因为其实日本餐饮业 他们应该说分两种 就是你如果是要营业到比较晚的 通常是喝酒居多 居酒屋 就对像居酒屋这样子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想要吃一般的宵夜 其实有蛮多便利商店的食物也是很推荐的 对对对 而且还会打折 便利超商不知道会不会啦 会 然后像是超市 其实有很多百货下面的超市 他们只要是在接近营业的 接近关门的时间 他们其实都会有很多折扣 对对对 其实台湾的几个百货公司 也是也是如此 你接近在那个 他可能七八点 就看状况 他看他哪一间 有的是比较提早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好刚刚都讲到了吃 然后呢 讲到了这个大家知道的 必买的东西 但是呢 有2024年 最新人 人气的商品 待会我们要来介绍 而且呢 这个最新人气的商品很有趣哦 除了一些药妆店啊 一些美容的东西之外 你知道吗 有时候粉底啊 也可以用像刷油漆的方式哦 是 好好玩哦 我们待会来介绍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Vira的新书 布克文化所出版的 让你蠢蠢欲动 想要去日本玩 以前总是觉得去日本 好困难 现在很多朋友都说 日本就是我的后花园 我就只要是 坐个飞机就可以过去了 那在这本书当中 谈到了就是 后疫情时代 新疫情时代 应该要买的东西啊 闭光的商圈 待会我们就来谈谈 待会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最新的人气商品 就是前面我们那些 你都知道了 但是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 你有更新给大家 对 首先是发膜 发膜 对 现在其实很流行 一种叫做酸热护法 它这个酸热护法 其实过去 其实是被用在 他们才会有像这样子的一种发膜 但现在他们把它做成是更普遍 可以让大家在药妆店里就可以买到 那它这个其实是诉求说 你在使用洗完头之后 然后你稍微把水分擦干 你就直接抹在头发上 然后你反而是用 一般我们不是比如说 头发在吹风机的时候 你会很怕那个热 太过热会伤害你的发脂 对会伤发脂 可是这个反而是利用那个热 去让你的发脂变得更好 就是你用了这个发膜之后 你去吹 它反而是让你的发脂变得更好的 对日本好多这种 对 日本还有韩国其实有好多 就是那种看起来的 妆感很自然的东西 对 或者头发要很自然 尤其是日本的女生 看似有化妆又没有化妆 其实你今天的妆就是日本妆 就是比较淡一点 淡淡日本妆 好接着来谈谈的就是滚轮粉底 这个应该很多人会想买 这个也蛮特别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种创新 刷油漆的感觉 对过去我们大家上粉底的时候 你就是用比如说粉扑 或者是像气垫 气垫粉饼之前很流行的 但是现在他们去开发了一种新的 就像滚轮 有点像你在上油漆的感觉 其实如果说专业的造型 实现帮我们化妆 它其实就是拿刷子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粉底 放在这边混合的颜色 然后拿一个刷子 一点一点刷 因为这样你的毛细孔才可以 把它填补起来 所以这个是2023年才推出的 是去年然后非常热门 很有话题的一个商品 你有买过吗 有我有买 怎么样 我自己用的时候觉得 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你用那个滚轮啊 你去滚 一开始会想说会不会不均匀 后来发现其实不会耶 反而蛮均匀的 而且上起来是很舒服的 把青春痘的那个洞 给它补起来就对了 但因为它滚轮 所以它的面积应该是比较大 它要放那个轮子嘛 对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商品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都会去买那个 追剧的时候 我们会买那个面膜 眼罩 眼罩 听说它还出耳塞啦 是 现在其实蛮流行 这个温感的一个助眠耳塞 蛮多家都开始推出了 因为主要其实现在人 大家睡眠可能都 大概多少有一些问题 所以它其实 他们经过研究 就是发现 你如果在耳朵的 这边的穴道 其实去让它感受到一种 比较温热的感觉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整体这个神经系统放松 你就比较容易 可以进入睡眠 是 很棒哦 但我看书上写到 你就说你吃了什么 胶原蛋白粉 你喝了十年啊 那到底怎么会让你 这样喝到十年 有一款金色的 这个阿萨姬的 胶原蛋白粉 我喝了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我换过很多家 但是说真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那一款 因为它是真的 比较没有特殊的异味 因为有一些 其实你会 还是会觉得 有点怪怪的味道 你把它加入 你自己的食物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那一款真的 它就是只有淡淡的奶香味 你把它当成是保养在喝 还是当什么 其实就是当做日常保养 因为它其实里面 还加了很多 维他命C的成分 哦 对 所以其实除了 它是胶原蛋白之外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 日常的保养 而且它的吃的方式很简单 像我都是 比如说早餐 我就是直接把它加入 一匙加到我自己的咖啡 嗯 或是加到我的优格里面 就这样就可以了 哦 加你咖啡或优格里面 是 就是跟你自己本身的食物 其实是不会冲突的 然后你可以一起这样吃 我觉得是最方便 日本真的好多这种小东西 是 那而且里头还有那个就是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就很多人都说 记忆力不好 记忆力不好 那个日本居然有什么改变 改善记忆力的啤酒 有 到底是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 哎 那不能随便乱讲的 是 是 其实日本这个 他们都是一定做过研究 应该是有B群 对 其实有做过研究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他们 就推出很多 就是B 因为叶酸跟脑嘛 是不是 对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成分的东西 然后他们甚至有 比如说可以让你改善 你这个鼻子过敏的 优落乳 也有像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其实五花八们 现在日本有非常多 像这样的东西 它还有防止尿酸过高的优落乳 对 尤其是优落乳这一块 哇 真的是 现在你如果去日本的超市 你真的看傻眼 我那时候看 就是有比如说眼睛的啦 有鼻子的 然后有帮助你 比如说血糖不要太高的 尿酸不要过高的 各种 还有什么鼓密度可以增加的 这个是真的它 其实各家 他们都是一定有做过实验 才可以这样子去讲的 所以一定是有一定的 只是说它的这个比例到多少 因为像我们台湾很多什么麦片那种 它都会说加什么膳食纤维 然后你可能吃了一罐或两罐 你可以改变嘛 对 那其实我有问我们周围的一些 比较中老年的朋友 他是说他们就是把它当成早餐吃 但是有的时候胃不好的时候 它那个东西要泡软一点 所以日本是不一样 它都是跟优酪乳跟优格有关的 特别是这一块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而且它还推出了儿童吃的番茄酱 对 像他们的儿童的番茄酱 就不会放太多的一些化学添加物 所以它也不会放香精 也不会放色素 所以它的颜色 其实跟我们一般常吃到的 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儿童要从小吃啦 否则他已经吃了一般的番茄酱之后 他就说我不要吃这个番茄酱 这里头真的应有尽有 但我们再来谈谈 日本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而且你可能忽略 你只是买东西 但是日本有一些新的行业 或新的一些服务出现 其实也会带动台湾 因为这个联动是很快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不得了咯 这本书真的不仅是买了这本书之后呢 你会觉得说好开心 然后能买这本书之后 你就开始花钱 没有啦 就是说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亚洲人真的很爱工作 我每次跟听众朋友分享说 你们要去度假 我自己基本上都没有度假 我都觉得在家就很舒服 可是有的时候 在家里头的心情的感觉 跟出国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在家里头你喝一个拿铁 跟你在法国香榭大道喝一杯拿铁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感受不同的 对 那你走在东京的路上 真的蛮好的 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啊 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其实蛮好的 就比如说你问路的时候 你就问上班族 就看起来像上班族 他们其实都还可以回答 是 其实现在跟过去 有点不太一样了 他们现在其实蛮 整体我觉得英文的能力 在对话上面 其实提升蛮多的 对 因为反正我们英文也很烂 我们就用烂英文 问他 他用那个烂的英文回答我们 我们还是可以沟通 好 在这本书当中呢 这个有讲到一些日本的观察 日本现在目前经历状况 还没有太好 对不对 是 其实他们现在的状况 不是非常的好 加上其实他们现在缺工 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行业 他们还没有办法恢复到 像疫情前那样的状况 主要也是因为 就没有这么多的人力了 是 我看到一个文章上写说 因为他们很多类农村 还是要靠外籍的劳工 对 帮他们采水果啦 没错 帮他们做这些东西 再加上其实年轻人 不太想回乡下 没错 不想回家乡 那他可能继承了一个 很大的房子 可是维修费是很贵的 所以他们宁愿就 干脆就放弃了 没错 所以乡下其实是有很多的房子 其实很多 甚至我知道的是像 比如说北海道 或是像冲绳 有些地方他的房子 他是不用钱的 但冲绳现在不是涨很高吗 没有 其实还好 要看你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比较偏远的话 其实是也都还好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要 你要去付这个税金 你才有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雄本 这么行大都抢去买房或买地 买不到 就是听说有个工程师或说投资客 看都不看就说好 我就是要买下来 但他全面性来讲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日本很大嘛 是日本非常大 但日本因为有地震的关系 所以就是你会怕吗 我其实当然多少还是会怕 不过其实因为我们台湾也有地震嘛 就是相较来讲 我们其实应该没有其他人这么怕 也算是有点习惯了 但是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意识 防灾的意识 我觉得现在是大家都做得越来越好了 开始就是知道说 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来谈谈日本有些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在台湾其实也有 就是那个行动办公室 好小一个 对像在日本的话 他们是在各个车站 车站的可能出入口附近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像 有点像一个小包厢 给你唱歌小包厢的感觉 可是你进去里面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桌子 然后一个沙发 然后它甚至里面是有电视荧幕的 你可以把你的简报啊 或者是什么 你都可以在里面投影 你可以在里面开会 因为它的隔音非常好 所以台湾好像有几个捷运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 但是就是说 因为现在台湾人还是习惯到咖啡厅 这咖啡厅真的是隔音不太好 这也是因应未来这个工作的状况 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进办公室 那如果说我们要带孩子去的话 有些孩子去逛药妆店 就会抓狂吗 怎么来逛这个啊 好 那我们如果去东京 应该先带他们去哪一区会比较好 你说小朋友吗 对对对 小朋友我觉得还要看是哪个年纪的小朋友 因为有比如说幼稚园的跟国小的 其实他们的需求又不一样了 对像那个比如说是国小或是幼稚园 大概在七八岁之后到小学六年级之前的话 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就是特别针对一些乐园的部分 其实像迪士尼那边他们在周遭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大战 他那里是除了你可以玩到迪士尼之外 父母其实也可以逛街的 有很多的shopping mall在旁边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就很不错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天去那边 然后另外一天就是让父母去逛街 蛮好的 对对 大家互相就是满足各自的需求 我觉得像迪士尼环球影城啊 卖的东西 有时候在那边就觉得好可爱 回来都想说我干嘛要买那个 没错 好奇怪哦 它就是个魔力 你在里面你就会想要买 你就会想要消费 你觉得你就是到了一个 一个异世界 一个很梦幻的世界的感觉 尤其是你看隔壁的孩子 戴了一个什么法枯 然后穿一个什么衣服 输人不输证 没错 帮我们小孩也是装扮一下 然后回来以后就只有穿过那一次 真的 好那其实日本有一些百货公司 它基本上也是会打折嘛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 你这里还特别列出来 有一些百货公司的那个打折的时间 对 好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既然去玩 总是要看看有哪些有折价券嘛 有折价券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你有列出来有药妆店折价券 百货公司折价券 日本饭店折价券 现在日本住饭店很贵呢 很贵 现在真的是蛮贵的 那天有个来宾说啊 就是他每一年都固定要带孩子去 他说去年的同样的一个时间 跟今年 他说他去年好像是订八千 今年是一万二之类的 是 现在真的很贵 是因为人力的关系吗 我觉得主要是供不应求 就是现在的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订不到房 所以饭店就刚好是 因为供需的这个市场的问题 所以价格就越来越高 你说日本观光客太多了 是 日本现在观光客真的非常多 那你去都住哪里 你自己有房子 我自己其实 没有我没有房子 但是我其实也是会各地都去换 因为我会介绍饭店 所以我会体验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饭店 好好哦 那这等于你去工作嘛 对其实我是把它当工作 工作兼游乐 好来谈谈 先讲药妆店好不好 你有特别有列那个 折价券 对我们就直接要到那边再有折价券 你书上其实有耶 对我书上其实就有一个QR Code 其实你大家扫了之后呢 你就存起来 然后你就出国到现场 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 怎么这么好 是就是其实里面我已经收集了非常多间 主要都是那些日本很知名的药妆店 大家逛街一定会逛到的 那这个药妆店优惠券的好处就是 你除了退税之外 你就可以有一个额外的折扣 比如说它是满一万 它会另外给你三趴 这样子的折扣 我来扫一下看是中文还是日文 哦其实它都是有点中文啦 其实它有点像是两个穿插在一起的 哦好好看看 诶这个很有趣耶 就进去看的话就知道有折价券在里面 对 哦所以 所以我们不要到日本再去找 其实你可以先做好功课先存好 对 诶真的耶 哦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折价券都在里面 而且它还有分哦 比如说它有三趴的五趴的七趴的 所以根据你消费金额的不同 如果你消费到比如说超过五万以上的话 它其实是七趴 所以你等于打了一个九三折 然后你又可以退税 又可以免税这样子 诶我觉得你真的电脑弄得很好 你很会用诶 电直接就这样进来了诶 对 但这个是你的工作啦 有七趴的 哦有十趴的 而且真的是有中文诶 对 哇好棒哦 嗯 那那个百货公司折家捐也是这样 其实也是 但是百货的话 它就没有分这么多消费门槛的差异 它其实统一就是九五折 九九五折 对 然后你就是消费满 比如说 呃你可以达到一个推税的金额就是满日币五千 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个九五折 而且我看到有有一些台湾的银行什么富邦乐天 哦对他们还有额外加码的一些优惠 所以其实要到日本的话你要去办一张比如说哪一家银行的日本卡就是跟日本有折扣的卡 其实现在蛮多的很多家银行都有推出 嗯对 嗯那其实你觉得如果说五天四夜要玩的人在东京大概要住在哪个地区会比较好 哦关于这点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多粉丝常常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嗯通常我会请他们就是先看自己的行程你的行程是比较靠近东边还是西边嗯因为这个跟交通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嗯因为你如果都是比如说你都是玩东边的一些景点的话嗯你住在西边就不对啊因为你等于每天都要往返 没错你就是要舟车老顿会比较麻烦又比较累所以如果你的呃行程很多在东边嗯的话比如说东京车站这一侧那你就是一定是要挑这边的线上的饭店 嗯但如果你是在新宿啊在池袋在涉谷它是属于西边的范围嗯那就一定要住在这一边你才会方便如果你月比较长的你可能换两个房也可以啊也是可以就比如说东边住两天三天也可以对对对西边住两三天而且其实像现在日本还多了一个新的服务哦就是他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呃业者是专门帮你运送行李的比如说你就是你想换饭店嘛嗯可是你如果自己要再推一个两个三个箱子很麻烦你去搭车都不方便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是你可以直接check out之后你就把行李放在柜台他们就会有人去收然后你今天到新的饭店去住的时候你饭店就在那你的行李就在那里了这么棒啊对哎可是我那天在新闻上头有讲到就说希望大家不要把一堆东西都堆在外面让造成他们的困扰 所以有些人就是会把哦应该是快递哦就是说他还没有去哦是然后他订了一个饭店哦他就说我可能在网路上订了什么什么然后帮我拿水波炉我没有就什么就就要叫饭店接这样的其实是真的不太好如果真的是买太多了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造成饭店的麻烦但是你要移动的话这样子饭店有这个服务有其实他们都会比如说你是今今晚要入住的其实他当天就可以帮你先收行李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真的是 就是皆大欢喜你也不用在自己推着这些行李然后你就可以到下一个饭店了其实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日本的什么日本的饼干啊饼干我现在都是在网路上买就是台湾有一个那个就是它会包得很漂亮像有樱花那里头就是一些应该是和是那叫什么是米果类的吗米果那应该是小昌山庄对京都的嗯非常好吃嗯虽然你在东京但你还是可以买京都的可以可以其实全日本都可以订的 现在网购很方便在日本也是好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怎么样去日本哈那就像你可能去过好多次但是透过了这本书你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在地而且最新的2024的是新的而你以前看那个书就是十年前的那些店可能有不在了没错因为日本其实就是变化的非常快所以其实真的每一年都会有好多好多的新资讯新商品新的消息新的服务我可以问一下日本的现在平均的 所得东京这边是多少钱吗所得这个部分我就没有特别新资新资大概我们台湾的三倍对但现在的话其实大概还是三倍左右三倍左右对但它的物价并没有三倍嘛对其实现在的话相对他们反而是我们自己看会觉得是便宜的因为台北现在也长得很贵了是是好所以规划一个很棒的旅程尤其是说虽然大家都说连续假期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你去东京的话其实你是可以五六六 日一四天三也可以玩得很好的再次谢谢呢这个Vira介绍这本书 我爱东京旅游施金峰谢谢 拜拜